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近日全球知名的成人网站Pornhub遭到资安公司Proofpoint发现 该网站中的Traffic Junkie广告藏有Coveter Muma病毒 并且藏身长达一年 估计约上百万人受害 目前受害的国家由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四国 而亚洲地区未传出有受害的情形 综合媒体报导 日前Proofpoint发现Coveter病毒放在全球知名的成人网站Pornhub的广告里长达一年 Proofpoint公司表示Coveter是由一个CovCovG组织散播 Coveter未装成软体更新 使用者点击更新按钮 Coveter就会被载到电脑中暴露使用者的个人资料和浏览记录 并透过使用者点击加广告赚取收益 据刊萨斯澄清报指出 统计网站流量的Alexa公司指出 Pornhub在美国排名是第二十名 全球第三十七名 估计每天有八千万人次浏览 并可能有数百万人的电脑已经遭到感染 针对Coveter病毒一事 Pornhub官方目前为止并未正面回应 但Proofpoint公司表示Pornhub已接获通知 并立即删除Coveter病毒 他们也表示受害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四国 目前未传出台湾或华人使用者有受害的情形 但仍不可掉以轻心 有PPT网友报卦分享资讯 引起网友搞笑回应 好险我都看色情守门员 好险我不喜欢看欧美片 MacCov的路过 如果担心是否中Coveter可以参考以下连结 How to remove the Coveter Trojan Removal Guide